那很多臭宝呢 在氧化的时候会遇到各种病毒外的一个困扰 他问我老花姨如何预防 首先你一定要了解哈 良好的光照和通风 是预防的必要条件 你要光照呢 它可以杀掉70%的一些病毒病菌之类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很多人画手家里边敲光 敲光也好办啊 你少浇一点水 就尽量的等干了再浇 你比方说我这个 现在就比较潮湿 那我就不会浇水 我们会等它干了再浇 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有的话说我不明白 就打个比方说 我大舅子喜欢尿裤子 他家里边这两天呢 阴天光照不好 那怎么办 他尿的裤子又不干 不烂裤裆 我说你少喝点水 这样就懂了吧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用土的时候呢 老花姨呢 在用土的时候 我们用到的都是这种进口的泥碳土 这个里面呢就没有什么必用菌之类的东西 有的话说老花姨我在配土 你配土的时候可以用个破点的铁锅 炒一炒翻炒一下吧 那个土 炒上两分钟 高温不就自然的把菌啊 虫啊都灭了吗 是吧 还有一个呢就在我们北方 冬天是个好事 你像瑞雪造风年 因为冬天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虫子和病女都会被冻死 第二年呢 哎 又是会长得比较哇塞 有的话说老花姨你别扯那个了 我们家庭养花 家庭养花呢 就是良好的光照 适当的控水 再有一个呢就是用药去预防 你看我们也会用药去预防 我们在大部分的一些个 种植过程当中呢 都会提前撒入一些个药粉 也就我手里面拿的的 这种小黄一号跟小黄二号 一个是杀虫 一个是杀菌的 它可以半土 也可以对水去浇 同样 有了毛病 也可以对水去喷 所以说防止一体化 这样两瓶 价格也合适 然后呢 一百天左右用一次 就可以起到很不错的预防 就两三天来一次 如果说实在不行 再用别的药 这个就能解决百分之八九十的问题了 好了 觉得不错 就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姨 眼花最转意 白了吃不 嗨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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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